8節,我們顯得萬事都互相效力,叫愛神得人得益處著事,按他此意備召得人。 我們會第一解釋這個經文,然後用法人神聖誠查經法,找出它內的豐富因典。 這個經文,我們可以參考英文,英文就是這樣。 我們知道,所有的事一齊作供,一齊作供,就是為了愛神的人得益處。 所有的事一齊作供,有一個效果,叫愛神得益處著,就是按他此意備召的人。 這裏就是說,事情的問題就是,我們要去思考,是不是事情發生。 譬如說,有時是好的事情,有好消息,有時是不好的消息。 有時會被人踢一腳,都是一件事,有時有件好事,升職,有件好事,有件好事,有件好事,炒魷魚,公司倒閉了。 這些都是事情發生。 但這個經文說,這件事全部都會對愛神的,對益處。 那麼,問題就是,是事情,還是有什麼原因呢? 所以這個經文,表面就是,所有的事情。 那麼,問題就是,到底是事情,還是神? 因為,根據《全本聖經》,不是事情發生的。 例如,約瑟是一個例子,他的歌想出賣他。 那是否出賣他,令他變好呢? 那不是他出賣的動作。 是神在背後一路祝福他,改變他。 而約瑟又親近神,所以讓神做功。 所以,由《全本聖經》解釋的時候, 就是,約瑟都說,他們的心野是害他。 但是,神的意思原始好的,是要救許多的人。 所以,這個經文的解釋,就不是那件事。 而是,這些事會一起做功,令到人好。 但是,背後的原因,就是神做功, 透過事情做功,叫那些人低存。 就是愛神的人。 而解釋,哪些是愛神的人呢? 是被神安, 他指以被召的人。 是神所呼召的人。 那麼,這個問題又是另一個問題。 因為他呼召的人, 那是否每一個得救的人呢? 還是愛神? 因為愛神過的程度。 但是,真信主的人都一定有愛神的。 所以,真信主一定有愛的成分。 因為,若有人分愛主, 卻有人可坐可走。 如果有人不愛主, 他不能夠得救的人。 他得救的人, 他信主一定有愛神的心。 不過,有多有少。 那麼,到底這個益處呢? 是會是每個人都得那麼多? 還是愛神多些的人得到益處那麼多呢? 那麼,這個根據《傳媒聖經》呢? 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呢? 因為按他指以被召, 全部得救的人都是按他指以被召。 問題是愛有程度的。 有愛多有愛少的。 那麼,到底是全部都是得到那麼同樣的益處呢? 還是愛多得到更多益處呢? 那麼,這件事,我們根據其他經文, 就看得到,就是先求他的國和義, 一起加給他們。 還有,天離地何等高, 神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, 亦都能得到大。 所以,這裏說的那個意思, 就不只是說是人多那麼多, 即是,是得救的人多那麼多。 是得救的人都有益處, 不過,那益處是會根據他愛神的程度, 是不同的。 即是,更愛神的人, 他得到的益處是更大的。 但是,那個含意呢? 我解了一個經節, 那個含意呢? 我就讓大家應該去思想了。 即是,到底是怎樣發生? 怎樣事情會令到人得益處? 或者,神怎樣透過事情令到人得益處呢? 那這個,你們又再討論。 即是,我解了一個經文的意思是什麼? 大家拿不到意思嗎? 意思就是, 所有的事情, 他們會一起作供, 叫愛神的人得到益處。 那這些愛神的人, 就是被按照他的旨意被呼召的人。 而我提出一個釋經的問題。 因為釋經就是, 聖經說了這樣, 我們要解釋他的意思。 到底這個, 按照子已被召, 就是所有得救的人。 到底是, 是否全部一樣得到同樣的益處, 還是不同的益處? 我看到聖經, 很明顯, 約室和他的哥哥, 是得到很不同的益處。 約室很明顯得到更多益處。 摩西和以色列人得到的益處, 是很明顯不同的。 摩西得到的益處是更多的。 所以, 根據聖經的例子, 以及根據聖經的經文講到, 先求他的國和以色列人, 神將一切的因典, 即是更大的, 臨到他們身上。 這個經文所講到, 就是神在所有的事, 神在所有的事, 這個是我們放上去的。 這個經文就是, 所有的事都會一起工作, 叫愛神的益處。 但我們知道, 不是那些事情令人改變, 而是神在背後。 問題就是, 我們都會有好, 即是我們認為好的事, 和不幸的事發生。 那神怎樣去做功呢? 首先, 我們明白這個過程。 事實上, 我們有很多人都有這種經歷。 譬如, 有些人犯罪, 很嚴重。 然後, 神就會透過很多事情, 譬如, 透過一些人感動他, 或者他犯罪有後果, 譬如, 甚至捉了他坐牢都未定。 捉了他坐牢, 然後他悔改, 整個人就改變了。 最後, 整個人被提升, 最後結局是有益處的。 這個就是, 無論那件事是順利, 或者是不順利, 神都可以透過這些事情, 他用什麼方法呢? 很多種方法。 感動人悔改, 愛他, 透過一些基督徒幫助他, 有些非基督徒的說話都可以。 有些基督徒, 非基督徒, 好的說話, 和反面的說話。 譬如, 父母還未信耶穌, 但他的愛, 會令到那個子女悔改。 令到那個人悔改。 我媽媽也這麼愛我, 何況神呢? 也會人的說話。 有時, 普通人都會, 有時, 老師一句說話, 即是, 可能他說話都未必很有語氣, 沒有搞錯, 為何你這樣做出來? 神都可以用這句說話, 令到這個人悔改。 即是, 總之萬, 所有的事情, 你總之愛神就可以了, 你愛神, 無論那件事是你的錯, 還是別人的錯, 或者是好的事情發生, 神都會叫這些一切的事, 最終是對外利益處, 這就是經文的意思。 神而工作的方法, 可以透過悔改, 感動人, 用愛, 有時就是給人一個教訓, 有時就是讓人去學習, 有時就是讓人醒悟, 有時讓人, 好像, 神不會令到負面的事情發生, 因為神裡面沒有罪, 神不會令人犯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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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只是感動人悔改, 所以, 是人犯罪, 即是不好的事, 是人的罪帶出來的, 所以他犯罪, 但是神就會, 在他犯罪的時候, 賜給悔改的心, 感動他, 將他改變過來, 神所有的工作, 在全聖經所做的所有工作, 都會透過我們每一件事, 即是由我們出生, 到我們死的日, 每一件事, 將來去到天堂, 神都會給我們看, 你那時候, 小時候發生這件事, 最後對你有益處, 你這件事, 有什麼好的事發生, 又是對你有好處, 如果一個人不愛神, 無論他好和不好, 都不會得到益處, 但如果他愛神, 會得到益處, 當然有時候, 那個人也不太愛神, 不過神也會透過那些事, 改變他, 其實神經常做工, 不過他不愛神, 就得不到, 不是神不想, 他一直犯罪, 但是神感動他, 他聽話, 他的福氣就大, 但他不聽話, 他自己負責有不良的後果, 的確是會有不良的後果, 人可以離開神, 他拿地獄, 他起初信耶穌, 但後來他犯罪, 一路犯罪, 一路離開神, 這時候不是神, 令到神沒有做工, 而是神做工, 他拒絕神的工作, 那時候他就得不到, 所以我們數回我們小時候的事, 尤其是順處之後發生的事, 無論是順境, 易境, 有多少困難都好, 都是叫我們醒悟, 或者受感動, 神那麼好, 於是我們就一路一路改變, 當然, 如果說益處最大, 就是正面那些, 例如你看到有個基徒, 真的很愛主, 很有果效, 祈禱很有能力, 這些就很正面, 有些是反面教材, 有些是正面教材, 你看到這個人, 例如我自己看過很多廣道的人, 講得好的人, 祈禱很有能力的人, 叫我, 激勵我, 我都可以追求這樣, 這就是正面的影響, 所以我們最好就是用正面的影響別人, 就不是說, 我們的反面的例子影響別人, 我們反面的例子影響別人, 例如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, 罵別人的人, 可能會覺得, 我以後真的不要這樣罵別人了, 但這個都會帶來不良的後果, 但不良後果, 神就會用它來產生好的後果, 但始終這樣是兜兜轉轉, 我們身上希望, 我們不會做一些不良的事, 以至有不良的後果, 然後神才做工, 然後帶來好的後果, 最好就是直接好的後果, 這就是最好, 我們今次都是解了經文, 如何神做出來, 聖喜的而且確, 在《施倫傳》十七章講到, 所有的人, 他們的生活全流動作, 都在神裡面, 這句說話是我們很難明白的, 他的意思呢, 不是神令人犯罪, 而是他所有做的事, 都在神的手裡面, 神掌管的, 但不是神叫他犯罪, 而是神會掌管這一切, 譬如, 簡單說, 聖經很多的預言, 是神掌管一些不信耶穌的人, 譬如, 聖年預備好, 是希律王, 希律王將聖年整好, 由預備耶穌坊來的, 又是希律王殺的嬰孩, 所以應驗這個語言, 就不是神令到希律王殺, 但這一切在神的手中, 這件事到底是怎樣的過程呢, 事實上, 我們只能憑聖經說什麼, 所以要憑這個結論, 事實上, 神怎樣做功, 這個智慧我們是不能拆當的, 我們可以明白某程度, 因為我們經歷過, 見到有人經歷, 我們知道神怎樣做功, 改變一個人, 但是, 神那種做功, 因為很多時候, 我們人們就覺得, 是我做事, 但聖經說什麼呢? 《肥勒比書2章13節》說, 我們立志行善, 都是神我們心願運行, 我要成就他的美意, 即是, 我們以為我們做, 其實神都在做功, 到底神和我們合作是怎樣, 我們真的不太知道, 但我們知道祂在做事, 我們就知道, 不是我們令到事情發生的, 是神令到事情發生, 但人有沒有參與, 有的, 人是有, 順著之後是有自由意志, 去參與神的工作上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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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